怎么样 帅吗 大家多给点掌声 准备这个发布会 我就想了好几天 我说 开发布会 我讲得不如雷总好 段子不如德哥好 长得不如红风帅 怎么着都得捞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想了半天 我说 我得把西装穿上 所以今天应该是 小米发布会历史上 第一次穿的西装 做了发布会 这个媒体的朋友 也可以这么写 小米第一个穿西装 开发布会 这个林彬 红米诺 穿西装还有个好处 还有个好处 大家想到有什么好处 显瘦 是吧 不止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西装有两个兜 这个在里面呢 可以把手机放进去 对吧 这个蓝色 卖手机的 蓝色要吗 不要是吧 没关系 我这还有粉色的 你看 开个玩笑 雷总呢 本来今天是决定要到现场来的 但是很可惜呢 他要参加两会 这个实在请假不了 所以昨天晚上 他跟我打个电话说 希望我带他向大家问个好 我们月底呢 在上海 还有一场大型发布会 而且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北京以外开的发布会 所以欢迎大家月底到上海捧场 给大家介绍 来到现场的小米同事 先是介绍我们的小米联合创始人 米UI的掌模人 洪峰洪大 还有呢 负责小米国际业务 和小米公司法务的高级副总裁 王翔祥总 还有小米的谢峰 小米公司第二帅哥 受制受总 好像受制应该第三帅哥吧 第二帅哥 第二帅哥 还有小米的供应链副总裁 张峰 张峰总 张峰呢 也是我们全球最大的 移动电源公司的创始人 紫米公司创始人 这边呢 还做了我们的销售服务部的 汪黎明 汪总 汪总 老汪跟我说啊 这个今年是狗年 他姓汪 所以在场的经销商朋友啊 今年跟老汪做生意 大家一定汪汪汪 怎么样 还有小伯部很多同学 都是老朋友了 他们都来现场啊 这个李明镜 二毛总 建慧 建慧总 那个渔鹏总 仁总 耿帅 晶晶 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后面是不是还有我们 消防部的同学啊 各个区域的同学 好 谢谢他们啊 这边呢 还有我们的手机部的 研发的兄弟们啊 我也介绍一下 这个颜克胜 颜总 颜总负责我们整个 手机硬件研发 还有品质 还有呢 我们产品部负责人 朱丹总 朱丹 然后呢 还有今天还来了一些特别的嘉宾啊 那个 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米好朋友 余永福 余总 余总给大家打个招呼 那除了小福部 手机部呢 在边上呢 站上了我们的小米市场部的同学啊 他是我们的小米发布会的幕后英雄啊 这个梁峰 施磊 还有赵谦 孙旭 还有呢 我们公关部的同学 杰云 还有志渊 是吧 你们都在 这个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他们很辛苦啊 这个春节之后就没有休息 每天加班 非常辛苦 感谢他们 好 那个 先向来汇报一下小米最近的成绩 第四季度 IDC报告 小米第四季度 IDC的报告 我们总共出货2800万台 重回全球前世 那个 这个同比的增长呢 还是蛮惊人的 同比成长了96.9% 别的厂商都是负增长 谢谢 我看好多朋友在拍照 这给大家一些拍照的时间 大家可能更关心中国市场啊 这是中国市场的数字 也是IDC的报告 中国市场呢 我们第四季度 也是同比 逆势 增长了57.6% 在场有好多经销商的朋友 那个大家也很了解 其实第四季度呢 中国市场整体是 是非常疲软的 也能看到数字上呢 除了一家厂商 是有个位数增长之外呢 其他厂商都是下滑 而且 昨天啊 是315 今日头条呢 昨天发布了一份 国内手机品牌 口碑指数的调研报告 这个是昨天晚上刚刚出来的 这个我接了个图 这个调查怎么做的呢 他们是给去年 主流发布的88款手机的 10万名用户 发了调查问卷 满分10分 结果是 小米手机的用户呢 打了8.19分 在所有手机品牌里面 排名第一 此处可以有掌声 这个真的挺难的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尤其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我们第四季度 能够重回高速增长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在这里呢 我有用这个机会 感谢在场的 所有的合作伙伴 媒体朋友 还有所有的米粉 还有所有的小米人 不是大家的支持 没有大家的努力呢 我们不可能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回增长 那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是去年一年呢 雷总带着大家 那个全力以赴 把质量做好 去年年里的时候 雷总收到一份通知 说他获得了 质量之光 这个颁发的 年度质量人物奖 他特别特别重视 因为这个奖呢 是网上的消费者投票 投出来的 这个代表了大家 对雷总和对小米人 在过去一年时间 在提升品质的工作 做得非常出色的 一个认可和肯定 所以呢 他跟我讲说 病 很不巧 我呢那时候刚好出差 他去了越南 这个没法到现场获奖 让我一定要带他 到现场去领奖 所以呢 这张照片 那个标题是对的 照片也是对的 但是放在一起 就不对了 我就让设计部的同学 做了一个小改动 变强 这个就对了 大家可以拍照 可以多拍几张 前面那张就删掉了 就别拍了 在雷总带领下呢 其实小米的全员啊 这个去年都在质量上 下了很大功夫 我们去年一整年 大大小小各种会吧 这个几百厂 而且是跨部门的 从手机的产品定义 设计 研发 到我们UI软件系统 还有到我们的市场 销售客服售后 所有的负责人 和核心的果干都参与了 大家提出了几百项的 专项的改进意见 这个专项改进意见呢 只是大项啊 这个如果拆成小项 这个我们严总严主席呢 跟我列了一个戏表啊 几千项是小项 好多好多 做了很多工作 结果是 我们去年的整个售后返修率 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五 而且很多的专项啊 这个维修率降低了更多 我看到好多的这个维修率 应该都是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下降 是吧 监会的团队也是负责售后的 所以呢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 雷总给大家提出来了 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所有用户买小米的手机产品 包括小米手机 包括红米手机 只要坏了 就换台新的 不修了 好不好 这老员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努力啊 这是雷总在公司内部 推动的一个理念啊 这个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创新决定我们能飞多高 但是品质决定了公司能走多远 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 把品质越做越好 好 这个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红米诺五 这个砸是梁峰同学建议的说 砸一下这个有气势啊 这个但是咱们好像还是不够 声势还是不够大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今天发布红米诺五 这个我知道在场的好多朋友呢 其实来发布会啊 就是想听价格的对吧 很多朋友应该说 哎呦 这张后面能不能直接出价格了 这个老王最喜欢的 然后呢 直接把发布会变成订货会了 但是呢 好多媒体朋友和很多米粉呢 他们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个手机 反正呢 我是花了不少时间 和市场部同学一起准备这个PPT 这个大家给一点耐心 这个听我把这个产品讲完 半个小时一定讲完了 好吗 好 红米诺五 这个手机呢 其实在海外 已经是民生在外 饱受赞誉了 我们是上个月14号 先在印度发布了 在印度呢 这个版本叫 这个手机叫红米诺五的Pro 这个发布完之后 各种点评 各种点赞 非常受欢迎 销售成绩呢 三分钟三十万台卖完了 这个记录呢 也设了 印度史上的手机销售的记录 这个卖得好快 而且呢 最近几次的销售也全部是在几分钟完成的 那在除了印度卖得很好之外呢 我们在刚刚结束的巴展呢 在场好多媒体朋友和合作伙伴也去了 这个产品呢 也获得了Android Headline的最佳产品奖 很受欢迎 在国内呢 大家可能啊 对千元机 可能对红米手机呢 没有特别特别深的感觉 大家可能觉得 千元机是不是也没什么好讲了 尤其是国内用户呢 对拍照很关注 这个大家会觉得 一千多块钱的手机嘛 拍照也不太可能做得很好 成本版在那里 但是呢 今天啊 我是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红米Note5啊 我们这个手机 是真正的千元机里面的拍照专家 它的拍照功能啊 应该会颠覆在场和不在场 看直播的朋友们 对千元机拍照的看法 为什么这么说啊 那个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拆开来讲 我们先看一下 红米Note5的后置 红米Note5后置 两个摄像头 一千两百万加五百万 这五百万的摄像头呢 主要是用来检测景深 有了景深信息 就可以做背景虚化 人像模式 这个好理解 我们这颗一千两百万的 主摄像头 它可不是一颗 一般的主摄像头 它的功能呢 强在两个点 第一 它支持 2PD 双核对焦 第二 它是 1.4mm的大像素 在场呢 可能也 有很多手机的行家 对这两个技术和概念 技术呢 有一些概念和理解 我是过去三个月呢 跟手机部的同学 认真学习了这两个技术 我越学越觉得 这两个技术真的很厉害 有了这两个技术 很多很多手机公司 会把这颗摄像头 用在了他们高端 甚至旗舰手机上 那为什么这么讲 我一个个跟大家介绍 先看一下 2PD双核对焦 这个技术呢 其实是来自于 单反相机的 专业的对焦技术 它怎么做的呢 一句话蛮简单的 大家知道这个相机 有1200万个像素 像素呢 在传统的对焦技术上呢 是以前是不会用的 用这种反差技术 这个进去看一下 不对的又拉出来 搞半天 这个才对焦 那用上了2PD之后呢 这个1200万个的像素 它在对焦的时候 会变成了2400万个 感光元器件 这个感光元器件 是全部用来辅助对焦的 大家是不是之前听过很多介绍 是讲那个PDAF 记得吗 我们讲过很多回 PDAF 大家记得 PDAF是应该市面上的手机 基本上都会有了 都有这个功能了 我这张表呢 是给大家一个形象对比 我们今天的这个 DUPD双核对焦 和传统的PDAF 比较 这个它的差异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 这个PDAF 实际上是把 相机里面的像素的 一小部分 这个很少 大概是3%的像素 用作对焦单元了 有了这3%的这个对焦单元呢 它的对焦呢 比不用会快不少 所以呢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介绍 PDAF 比传统的 过去没有用的 快不少 好 那今天我们在 红米诺5上 用了这个 DUPD双核对焦技术 是把 不止3%了 是把所有的像素 所有的像素 1200万个 所有的像素 一个变两个 这个所有的像素 都变成对焦单元 辅助对焦了 听起来很高级啊 大家听懂了吗 没听懂 其实我也不懂 这个讲得很玄 我也不懂 那个阿杜的团队 跟我上了好多门课 跟我介绍这个技术 我听了听起来 我真的听不懂 我说这样 你们能不能用中文 告诉我 究竟这个 DUPD双核对焦 有什么好处 他说变成很简单 这个DUPD双核对焦 就是 对焦又快又准 这个听懂了吧 而且是在暗光底下 这个更重要 大家知道 对焦有时候快 很好 白天 光线很足 很快 不错 但是暗光的时候 其实要对准就很难 所以要做到快 暗光的时候很难 其实对快了还不行 还得要对准 有些相机呢 它对得很快 但是不准 不准之后 拍出来照片是糊的 所以有了DUPD呢 它不单止快 而且准 在暗光下面呢 整个体验会非常好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对比视频 大家看一下 用DUPD双核对焦 能够对得多快多准 这个都是在暗光的场景下 拍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好 再看一下 好 左边 红明露物对上了 右边 左边对上了 对吧 我在真正使用的时候 还真心觉得 这个对焦真的好快 尤其暗光下面 这个手机拿起来 一下就对准了 拍出来很清晰 好 这是DUPD双核对焦技术 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4mm大像素有什么好处 在去年年底的发布会呢 我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一个相机好呢 它的像素多少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当然就是也不能太低了 这个500万800万 那现在都是1200 1300了 这个还是不能太低 只要足够高的像素 就能拍出不错的照片 这会跟分辨率会有关系 但是要把照片拍得清晰 尤其是暗光下面 要把照片拍得非常的清晰 其实更重要的是 这个单一个像素的面积 这个原理也很简单 单一个像素面积越大 它近光量越大 对吧 这个如果光线很强烈呢 可能像素大小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在暗光下面 这个像素大 它吸收的光就多 拍出来的照片 解析力就很强 照片就很细腻 所以这个像素大小 会决定每张照片的质量 清晰度 解析力 这1.4米米这么大的像素 一般在市场上呢 别的公司都会用在 它们的高端 甚至是旗舰手机 我在做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拉了一张表 这个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能看到市面上的 这些都是旗舰手机 大家都很熟悉了 红米650用的是1.4米米的 三星的S9和去年发的S8 它们这一期也是用1.4的 也是大像素 华为的MACE用的是1.25的 也算是大像素 但是没有那么大 那个X20 1.28 那其他都是1.12了 所以大家能看到 这个像素大小 其实是很明显是区隔高端手机 和这个中端手机 低端手机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用到高端手机呢 其实拍照的效果 是真心的非常好 那个我做了一个对比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呢其实下来啊 如果有机会 拿到这个红米650呢 可以试一下啊 这个对比就是 1.4米米的大像素相机拍出来 和1.12米米对比 这是一张我们市场部的同学 拍的一张图啊 室内的图 这张图呢可能在旁边 远处看呢 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 尤其前面这个光线很足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后面的这个小场景啊 我勾出来 后面同学看到吗 能看到差别吗 好像不是很明显啊 反正在电脑上是很明显的 右边的那个石桌子啊 还有它后面的那个西服 后面的那个暗的书架子 1.4米米还是 还是能看到不少细节 那这边呢基本上都是黑的了 那个再给大家看一张 就在我想象楼下拍的图 这是夜景啊 这个前景他们刚拍的 那个右面很亮 这就不用说了 其实最明显的差别呢 是在左边的这个 相对比较暗的楼体 我勾出来啊 那个左边1.12米米呢 还是显得蛮暗的啊 这个右边的这个1.4呢 明显量很多 对吧 好 这是1.4和1.12对比的 我让他们相机部的同学呢 在我们的实验室 又做了一个实验室级别的对比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1.4和1.25有什么差别 结果就这个 实验室呢 他们调了一个很暗的场景 技术术语是SELUX是吧 SELUX的技术术语 SELUX意味着什么 他们说基本上是超弱光 ELUX是极限弱光 ELUX差不多应该是切黑一片了吧 啥都看不见了 反正我这个深度近视是肯定看不见了 SELUX应该也很暗 那这两个照片呢 是在同样的亮度下拍的 左边呢是1.25的 右边呢是1.4的 大家可能看到 其实我就不用勾某个细节了 这个很明显是 右边的1.4拍出来的照片 非常清晰 所以呢 这两个功能啊 1200万像素 Do PD双合对焦 确保对焦的时候又快又准 加上1.4mm的大像素 在暗光场景下 拍照会非常精细 所以这是我们的硬件相机的 整个配置和介绍 那这颗后置双色呢 来拍人像模式 效果也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那毕竟两颗是镜头嘛 这个有景深信息 对吧 把这个人找到有层次感 把背景虚化了 那除了硬件参数好之外 还有什么因素决定 人像模式能拍得好 大家知道吗 有什么样的技术 能够让人像模式拍得好 我说人像啊 这个人在照片里面 能精确地把这个人找到 如果纯靠硬件 还是挺难的 对吧 还是挺难的 因为它有 它有这个人跟非人的区别 所以我们第一次呢 在红米手机上 这个人像模式 加上了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 这个算法能做什么 很简单 就是找人 尤其是人的边缘 加上了机器学习呢 能够把人的这个边缘找得很准 这个边缘非常清晰地找出来了 而且呢能够让整个背景区画非常真实 这个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啊 那个最直观的是 直接给大家看样片了 这是我们市长部的同学 在公司拍的吧 这是个男孩女孩 还挺帅的啊 看看 大家尤其留意一下 后面的背景区画 那个区画效果还是蛮好的 再看一张图 这是在公司的总餐一楼拍的 好看吗 我说照片啊 我们还拍了一张夜景的人像模式 大家看一下 夜景的模式其实很难做 那个除了人像的脸很清晰之外 它整个背景的虚化效果也很好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 对这个新版的人像模式做的一个光斑效果 这个光斑效果呢 其实我们自身比过 跟市面上很多的手机 做人像模式比呢 光斑效果还是美感 还是蛮好的做的 这张好看吗 好 那个前面三张呢 是我们市长部的同学拍的 后来我跟他们讲 我说这样 这只手机是真心很好 其实也不用做特别的 这个找景啊 特别的去拍摄 我们在小米社区呢 找了一些米粉用户 把这只手机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找场景 自己拍 拍了之后上传到小米社区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挑了一些样张 没有经过任何的编辑 任何的这个改变的 放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米粉拍的 这张呢 大家在红米手机的微博上 应该也看到了 是小米社区的用户 叫Canon杰同学拍的 用的也是后置的双色 人像模式 这个人脸很清晰 还有边上的一棵草 一棵枯草叶非常清晰 然后呢 后边的整个人景背景 序画也做得很自然 这是我拍的 这是我前天啊 跟市场播的同学 在拍视频的时候 现场用红米诺我拍的 我手机上还有好多张 这位是我们的小米 著名的主持人万娜同学 万娜在吗 万娜在那里 好看吗 这就在我们的发布间 大家去过发布间 能够知道后面的整个书架 什么的 我就在现场拍了两张 然后随便挑了一张 效果非常好 我还让他们专门在上面写上 小米社区用户 林彬并拍的 大家可以拍照 这张是另外一个 小米社区的用户 叫Hobby孙 Hobby孙同学拍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其实有几个细节 一个是人也很清晰 这个就不用多讲了 背景序画也不用讲了 其实核心是 它在逆光的场景下 大家看到这个光 是从它的左后侧 左后侧这样设过来的 这个在逆光场景下 人像模式也非常好 效果也非常好 夜景 也是小米社区的 Cacaboy同学 用红米诺拍的 这张怎么样 有单反的效果吧 这张真心好啊 那个当时我一看 我还以为他们 用单反相机拍的 后来我一看 他们那个来源和社区的 照片 是真的他自己 用红米诺5拍出来的照片 还有好多张夜景的 大家可以 小米社区我们把这些照片 放出来了吗 梁峰 我们在现场放出来 大家可以上去 小浦啊 所以大家有空呢 可以上小米社区 应该有更多这样的照片 是大家用红米诺5拍出来的 真实的拍照 好 这个讲完前置呢 讲完后置呢 讲前置了 红米诺5的前置 用了一颗 1300万像素的前置相机 那这个前置相机 有什么特点 我用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 是用红米诺5 1300万的单色前置拍的 有什么特点啊 这个大家别老盯着美女看了 这个美女旁边的周边看一下 这个照片有什么特点 背景虚化 对吧 单色背景虚化 好 这个用双色拍出 人像模式背景虚化 这个好理解 毕竟两个镜头 你有景深信息嘛 对吧 你知道这个人近的还是远的 能够把信息拿过来之后呢 直接做处理 所以两个镜头呢 做人像模式背景虚化 没有那么难 但是当你有一颗镜头 拍出来照片是平面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难很难的问题 那第一次呢 也是小米历史上 我们在红米系的手机上 用上了单色人像模式 怎么做的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我们和合作伴 一起用了海量的训练数据 能够在海量照片里面 能够准确地把人找出来 找完之后 人是清晰的 背景地把它虚化了 单色就能实现 这个技术还是很难的 好 那个 那做单色 背景虚化 人像模式 小米不是第一家了 这个 大家也应该看到 外面有不少的公司呢 其实也做了 那比这个更难的是什么 更难的是什么 更难的是 这个人像 找到之后 他的头发丝 能不能找到 他的羽绒服的绒毛 能不能找到 这个更难了 对吧 因为你人吧 反正勾个大概差不多了 你就找到了 就把它保留了 后面就去画了 就OK了 但是如果 这个人的头发丝呢 这个人的衣服呢 各种细节呢 红米诺5的 单色人像模式啊 我们针对这个 又做了 极其学习的优化 这些细节 在红米诺5上 都会做得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 比较的照片啊 这是一张 用红米诺5 左边啊 用红米诺5 前置背景需要 拍的照片 比较一下iPhoneX 他们也有 前置背景需要 也是单色的 看细节 头发 对吧 再看细节 勇猫 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不单止 头发丝啊 勇猫啊 这些 这个 跟人像相关的信息 还有 我们还专门 针对了女生啊 他们带着一些头饰 做了优化 这也需要 也需要我们的团队啊 把很多的训练数据 这个收集好之后 这些训练数据 包括头饰 包括耳夹 包括那个发夹 还有耳环 各种的头饰 这个做优化 优化这个算法 才能把这些 跟人脸相关的 也很重要的 图片的照片的内容 把它找到 而且找准 这个举个例子啊 这也是我们现场 我们自己的市场部的同学 拍出来的照片 对比照片 左边是红米弄五的 拍的照片 右边是 iPhone X拍的照片 一个细节 能看清吗 对吧 这个发夹找到 这个发结啊 找到非常清晰 在左边的 这右边啊 这个还是虎了 所以在这些细节上呢 我们的 前置单色人像模式 背景训练技术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应该跟市面上 高端的手机 甚至旗舰手机 比一点都不差 甚至有些地方 比他们做得更好 好 除了 前置单色人像背景训练 我们这个前置 还能做好多别的 前置HDR 前置HDR HDR叫 中文翻译叫 高动态是吧 叫高动态是吧 阿渡 高动态 所以呢我们这个前置呢 能做高动态 这个美颜自拍 高动态美颜自拍 这高动态有什么好处呢 直接上比较图就好了 左边呢是把高动态打开了 这个 开启的HDR 右边呢是没有开的 大家能看到 还是很明显的差别 左边打开之后呢 不单止人脸很清晰 而且呢这个背景啊 后面的 这个食物的价值啊 上面的食品呢 都很清晰 左边呢 这个光线原因都糊掉了 然后呢这是一张史外的 也是打开还没打开的对比图 还是很明显的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前置上呢 加上了HDR 那除了 除了这个能够手动打开之外 我们还支持自动打开 这个HDR前置 自动打开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拿这个红米弄5 对着自己 开始自拍了 如果你不是逆光场景的时候 这个HDR是不开的 当你去到一个逆光场景的时候 它会检测到 哎 你刚好是在逆光场景 然后HDR就打开了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演示视频 我再回去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啊 我再放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呢 是在没有逆光的场景下 做的自拍 上面是没有开的 好 大家留意 我要转过去了 逆光了 出来了 所以它是完全自动检测 暗光场景 然后自动打开 所以这样的功能啊 让这支前置相机 能够在逆光场景下 拍的照片也非常好 那除了前置XDR呢 我们还给这个手机 配上了前置油光灯 那这个油光灯呢 在过去的红米手机里面也有 那这个红米弄5 然后油光灯呢 也是能够自动检测暗光 检测完了发现光线太暗 然后自动给你打开了 所以它能够 自动打开的前置油光灯 也在红米弄5上 我们配备了 所以这些功能结合起来 那个整个红米弄5 包括后置双摄 在暗光下 大像素 2PD双核对焦 前置的人像模式 还有前置的 还有前置的 HDR 前置油光灯 用红米弄5拍照 这个逆光自拍也非常精细 所以呢 这是整个相机的 手机的前置后置的介绍 那这个手机除了前后置的功能 性能 硬件参数 人像模式都很好之外 咱红米弄5呢 还支持 AI智能美颜 而且在 前置和后置上 都支持了 AI智能美颜 这也是我们 在小米手机 第一次 在后置和前置上 都支持这个功能了 那这个智能美颜 怎么智能法 好多用户问说 哎呀 这个美颜不就美颜吗 对吧 这个把皮肤 这个 这个把它磨得 磨皮磨得白一些啊 这个把都去掉啊 不就这些吗 怎么个智能 好 智能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是用智能的方式呢 根据脸部的不同的区域 用机器学习算法 把它找到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 因为不同的这个女性啊 和男性也一样啊 这个喜欢美颜的男性也有很多啊 这个不同的区域呢 它需要不同的美颜策略 所以当 当这个人 人的人像 这个拍下来 知道这个脸的哪个部分 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美颜策略 做不同的美化 这个功能呢 我在介绍之前呢 找我们的王倩同学啊 是我们整个 整个美颜的功能的 负责的同学 他在吗 王倩在吗 学习了好久啊 王倩可能不在啊 他跟我讲 哎呀 病 这个我们做这个工作 真的做得非常的细 这个人工智能 分区 包括各种美颜策略 做了好多好多工作 有几个特别有用的场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 T区 这个对女性来讲 东方女性这个T区 相对的话 有时候有孔 这个毛孔各方面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T区呢 是特别做的处理啊 这T区呢 去油光 这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再看一下啊 一抹 怎么样 还有去动 这效果也很明显 我们再看一遍 还有去黑眼圈 这个去黑眼圈啊 这个去黑眼圈还是很难啊 他难了 难在 不是难在把黑眼圈去了 是难在 怎么把黑眼圈去掉之后 还把这个 卧蝉给保留 卧蝉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在场有不少女性朋友啊 这个卧蝉 大家知道是啥 卧蝉就是下面的 这个 眼睛下面的两个 这个小小的两个卧蝉 听说呢 他们 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啊 去 去做 美容的时候啊 这个是要专门把这个卧蝉做出来了 这个还要花了不少钱啊 所以呢 美颜算法做不好了 不小心就会把这个卧蝉去了 这个 这个可是 非常影响用户体验和感受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去黑眼框的 黑眼框的这个算法上呢 还专门加上了 一定要把卧蝉保留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效果啊 黑眼框去了 卧蝉保留 好 除了这几个功能呢 去年我们也讲过了 这一次的智能美颜 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新的功能 三根 大家知道是啥吗 三根 三根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 这个在场的男性朋友 三根知道是啥 鼻梁 这个东方女性呢 这个三根 他们说都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三根地怎么办 我找王先生学习了 他们说三根地呢 其实有好几招啊 你可以去打那个 他们说是玻尿酸是吧 是吧 还可以做什么线雕浓鼻啊 不过听说好贵的 而且好疼的 用了红迷糊舞啊 这些都不用干了 我们加上了智能浓鼻 这个效果呢 大家看这个照片好 这个女孩其实已经挺漂亮的了 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啊 不过加上了智能浓鼻呢 会变强 怎么样 大家要不再看一遍 其实这个已经挺漂亮了 智能浓鼻啊 在红迷糊舞上就会有了 还要再看一遍吗 还有好多啊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易意介绍了 这个还有很多很多 智能美颜的功能 各种各样的啊 有瘦脸 还有大眼 还有磨皮 这些我都不介绍了 还有立体啊 美白啊 还有纯色 各种细节 亮眼啊 大家有机会呢 用红迷糊舞试一下 这个智能美颜功呢 还是挺强大的 人脸解锁 红迷糊舞同样支持了 那这个人脸解锁呢 我们去年其实也发了 在小米诺上 也发了人脸解锁 其实这一版的人脸解锁啊 又比上一版有了不少的提升 两个提升吧 第一呢 这个新版的人脸解锁呢 用上人工智能算法 尤其是对照片啊 视频啊 或者是闭上眼睛 能不能解锁 这些地方做了额外的优化和处理 安全性更好了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用一张照片去骗这个 红迷糊舞的人脸解锁 骗不开的 视频不行 还有呢 这个闭着眼睛 你睡觉的时候 这个有谁拿着手机 你睡觉的时候去解锁 解不开 所以呢 安全性更好 第二呢 这个AI算法 我们这次的新版本的 用上了GPU的运算 算得更快了 速度更快 所以安全性更好 速度更快 所以那天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呢 我现场试了一下 还真是蛮快的 这是我做的一个演示 后来那个市场部的同学说不对 他说病啊 你做这个演示呢 有问题 你看你那个手指啊 只有三根手指露出来了 你还有一根食指 这个手机有指纹解锁啊 谁知道你是人脸的 还是指纹的呢 所以又让我拍了一张 一个新的 好 我说赶紧把四根手指都露出来 还行吧 很方便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很快 而且解锁 OK 红米650的相机 基本介绍完了 最后呢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 红米650的相机 这句话呢 是老汪销售部的所有同学 我们的市场部 我们的手机部 所有同学一起想的 AI双色 暗光立光更出色 这押韵的 这句话怎么样 好吗 好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的所有的相机功能 刚才讲的四大点 旗舰级的主色 1200万加500万的双摄像头 PDAF的双核对焦 对焦又快又准 1.4mm大像素 在暗光下拍照非常清晰 而且呢 光圈1.9的也很好 同时啊 它还支持这个EIS的视频防抖 这个拍视频的时候 能够 能够就是你手抖得很快 视频也不会很抖 这是结合了陀螺仪的技术 优化出来的 效果非常好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同时呢 我们的红米弄5 还支持AI人像模式 前后都支持 前后制都能做 AI人像模式 尤其是前置单色的 背景计划人像模式 做得很好 也支持AI智能美颜 1300万像素的前置 加后置都能智能美颜 还能够智能浓鼻 人脸解锁 又快又准 很方便 这就是为什么 我前面讲的 这个红米弄5 是千元机理 真正的拍照专家 大家可以拍照 好 除了拍照很好之外呢 红米弄5 还延续了红米弄啊 这么多年啊 这个最好的好传统 大家对红米弄 是什么印象啊 大家听到红米弄 在场有好多 这个做了手机 很多年的好朋友 红米弄5是什么印象 大电池 对吗 还有呢 大屏 价格很实惠 还有呢 性能也不错 对吧 去年呢 有一个词 在网上出来了 其实刚出来 是形容小米6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啊 拿来形容 红米弄系列 也很合适 叫水桶机 水桶机 水桶机啥意思 都很好 对吧 没有短板 其实红米弄啊 就是这样的手机 没有短板 红米弄5呢 是很好地延续了 红米弄的这个 千元级别的水桶机 没有短板的这个好传统啊 那个大屏 大电池 性能很不错 对吧 别的方面都很好 拍照我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但除了拍照之外 其实红米弄5的 这几个 没有短板的 亮点啊 其实都挺值得一讲的 那个 我先讲一下性能 骁龙636 在国内首发 大家可能对骁龙636呢 不会没有特别特别深的感觉啊 那个我在做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 认真看了一下 他们636的整个 整个参数啊 还有性能啊 各方面的细节啊 我是觉得 这个处理器真心非常好 它其实是具备了 高通骁龙800系列处理器的基因的 一颗处理器 这个基因怎么说呢 我这里有一张示意图 Cryo是高通的 800系列采用的一个处理器架构 高通是在 A73 这是ARM的大核 这个最强性能的大核 和A53 这大小核结合 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Cryo的四大核 四条结构 这个结构呢 它的好处是 性能需要的时候 它八个核全部开了 而且四个大核 性能非常强 当你不需要这么多性能的时候啊 你可以把四个大核给关了 对吧 你可以只用一个核 它的这个任务分配是完全智能的 所以这样的结构呢 在去年一直都只在 骁龙的800系列上使用 那这颗636 其实就是基于同样的处理器架构 它是跟高通骁龙800系的处理器 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系统架构 性能非常非常强 跑分11.5万分 安兔兔 和625比怎么样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骁龙625了 是一代神优 已经卖了有差不多两三年时间了 也卖得很好啊 跟625比怎么样 好很多 CPU快了40% GPU也快了40% 强很多很多 最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因为 636 它用了四大核 四小核 625主要都是小核 它是八个小核 八个A53 这个636呢 是四个大核 这个基于A73开发的Cryo 然后四个小核 基于A53开发的Cryo 性能很强悍 好 那这个 大家可能问问 那比 比这个数字大一点的 660比呢 我这里有个小 简单的一个对比表 636和660相比 在处理器架构上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Cryo的 260处理器 四大核 四小核 64位 14纳米 唯一的不一样是 处理器的主频 稍微慢了一些 对吧 就跟660比大家看一下 其实636和660 非常非常接近 在性能上 其实也很接近 这是660 636 625的比较 对吧 636其实 蛮接近660的 可以说性能是旗鼓相当了 我又拿了一下市面上的 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 做了一个处理器的比较 我让他们在京东上看一下 就是2000块钱 卖得比较好的手机 这个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红米诺5呢 骁龙636 用的是四大核 和四小核 其他这些手机呢 都是2000 2000不到吧 1000多的手机 他们其实都是用的 八个小核 A53 所以有了这四个大核 其实大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感受会挺明显的 简单的任务 比如说打开Apps 对吧 或者滑屏 或者有 前面讲到很多AI算法 AI算法啊 很多算法呢 开大核来算 速度会快很多很多 对吧 GPU CPU一起来 这个开大核算 还是很给力 但是最明显的啊 如果大家要看到差别啊 最明显的是玩游戏 在场有玩游戏的朋友啊 这个可以试一下 用636红米诺5来玩游戏 这个玩游戏 最近比较火的是 这种大型3D的刺激游戏 比如说小米枪战 这个 这个上进种也在 这个 负责我们的 呼吁 这个 小米枪战这样的刺激游戏呢 是极其耗费 处理器性能 GPU性能的 有了这个四个大核 玩3D大型游戏啊 红米诺5会非常流畅 大家可以去比一下 所以呢这个红米诺5的 636的处理器 整个用户体验会很好 那在这么好的处理器后面呢 我们还是 坚持 配上了一颗 4000毫安时的 超大电池 我自己用的体验 用了一个多月啊 这个手机用一天肯定没问题 我的用户 我的使用场景很长的 什么微信啊 微博啊 这个各种的上网啊 每天用的 用的非常多 我的体验是大概一天半 甚至有时候能够 到第二天晚上 这个手机都会 都会电了都会 都会没问题 这个妥妥的 而且呢 支持快充 那红米诺的 另外一个床 是大屏了 这个5.99寸的 FHD Plus的大屏 18.9全面屏 那全面屏来了之后呢 很多用户觉得 哎呀 这个屏是大了一点啊 但是呢 底下呢 又还是有一个 这个菜单栏啊 这个菜单栏呢 占了一些空间 这个显示面积呢 其实没有这个18.9 整个全屏这么大 还是有一点被用去了 当这个返回啊 Home啊这样的区域了 所以呢 这个 洪峰代理的米语团队呢 专门为全面屏做了米语酒的全面屏手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演示视频 讲不清楚 大家有机会呢 可以试一下 我自己用了一个多月呢 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但是十分钟之后 一旦习惯了这个操作之后啊 哎呀 其实觉得它真的很方便 当时操作会特别便捷 也很自然 往左往右是返回 然后呢 从下面往上一推 是Home 上面往上一推 停住 是出来那个任务键 其实还是挺容易学的 几分钟吧 就学会了 习惯了就非常好 这样的话 能够把底下的菜单去了 整个显示面积 这个比原来18.9的 这个有菜单的会大不少 好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红米弄五呢 是千元机里的水桶机 没有短板 骁龙636 高性能的八毫处理器 还有呢 4000毫安时大电量 5.99 FHD Plus的18.9全面屏 支持MIUI的全面屏手势 同时呢 我们给这个手机呢 还配了一个6GB的大内存板 而且是支持LPDDR4的 6GB的大内存 所以这样的性能的处理器 加上6GBLPDDR4的内存呢 其实使用体会非常流畅的 我其实建议呢 大家有机会 真的用一下这个手机 用户体验可能会超 超乎了大家的期望值 还有一个功能呢 我就不展开讲了 全网通5.0 这个手机呢 支持双卡双待 双四季 大家用这个手机 可以一边打电话 一边玩游戏 不掉线的 使用体验还蛮好的 好 这个最后呢 那个花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看一下外观 其实外观呢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视频 请市场部同学放一下 我们下午观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整个手机的搜狐 整个外观设计下了很大的功夫 拿在手上很舒服 整个外观也很漂亮 这是黑色的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蓝色的 我蛮喜欢这个蓝色的版本 很时尚 也很年轻 跟我蛮配的 很好 很漂亮 还有粉色的 我也拿一支粉色的 粉色的也很好 很好看 很时尚 还有一个模特图 我们还有金色的 看了这么多美女图 看一张帅哥图也不错 最后价格了 大家等了很久了 很抱歉 在价格之前再抖一下小包袱 八大亮点 旗舰双摄 2BD的1200万加500万 然后呢 1300万前置油光自拍 AI美颜 前置XDR 都支持人像模式 前后摄 人脸解锁 骁龙636的处理器 4000rm大电池 全网通5.0 还有全面屏锁式 这是这个手机的整个汇总 那个卖多少钱 大家觉得应该卖多少钱 再对比一下 市面上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了 这个他们都没到2000 这个以下的手机 大家能看到处理器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用上了四大盒 四大盒结构的 这个其他的都是八个小盒 双摄 1200万加500万 是2BD的双摄 这个其他的都没有 像素也是最大的 对吧 这个人像模式呢 有两支别的手机也不支持 前置油光灯 只有一支手机支持 我们是支持前置油光 而且是能够自动打开的前置油光 那个电池最大 大家觉得应该卖多少钱 3加3设计 1099 大家拍完了 可以多拍几张 6G版 6加64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红米系配上的6G版的 我们看了这支手机 整个性能非常好 所以6G大内存版本的用户需求应该还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这个6G是LPDDR4的6G 对吧 跟处理器结合 使用体验会很好 这个完全可以当成主手机来使用 这个6加64 卖多少钱 很抱歉 这个1699 6GB的版本 而且相机是旗舰级的 性能也是接近旗舰级的 那个这样的手机 纸卖1699 在市面上主流手机里面应该也是价格最好的 那个我们最后呢 还有一个4加64 1399 三个版本 3加32G 1099 4加64 1399 然后6加64G 1699 后置双摄像头非常非常强 前置1300万的油光自拍 支持HDR 效能636 4200电池 全面屏手势 还有全网通5.0 而且呢 我们还随机呢 附上一个极简的保护套 保护壳 这个保护壳呢 也是这个Robin大师的设计团队 专门为这个手机设计的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有个保护壳还是会 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而且握感也更好 20号手卖 这个全渠道手卖 小米商城 小米之家油品 小米直供点 京东天猫旗舰店 苏宁易购 唯品会 迪信通 乐与Brookstone 国美 以及168家核心流测客户 3月20号一起手卖 这168位核心客户呢 今天应该基本上都在现场 我专门拉了一个表格 把大家的名字都打上去了 大家可以拍个照片 如果漏掉了或者写错了告诉我 我一定会补上 也非常感谢大家 小米 去年整个业绩 能够重回增长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礼品环节 给各位呢 送上张峰总的纸米公司 制作的小米随身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啊 这个我自己买了好几个 非常漂亮 铝合金的机身 3000多韩时电池 它是充电的 而且呢 它不单止可以照明 还能给你手机充电 它也是个充电宝 非常实惠 这个送给大家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那个参加我们的 红米弄舞的发布会 希望在上海见 谢谢